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总统在民国96年 曾经提出有关社会福利的基本的构策 就是要让台湾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国民 能够远离平权 而且政府要投资未来 希望社会都能有健康的信念 然后共同营造一个相和的社会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 曾经当选总统 于97年5月20号做任之后 就坚持这个目标来立行贯政 拿经费列列来讲 民国97年 我们社会福利的经费 占政府总支出的17.43% 然后一路增加 98年99年到民国100年 就是现在执行中的总预算 是占20.59% 现在已经编妥 送请地方的审议 中央政府总预算 社会福利攀登顶峰 总金额或4千亿 占总预算的正式跌 21% 这是史上最高的比例 而且第一次社会福利的经费 要跟中央政府总预算 正式跌的地位 这就是揭示了我们中华民国 在经济继续成长 社会逐渐富裕之后 对于需要多费心 多照顾 以能达成祥和社会的这个目标 我们把社会福利工作 当作非常重要的重点 另外一个 经费变得多了 你人力不足 也是很大的缺憾 所以我们已经通过 要把地方政府 从事社会福利工作 也就是社福人员 到民国100年 要增加1460万 当然这是逐年逐步的来增加 这些需要提供给社会方面的人力 才能够成在 越来越重的社会福利的工作 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 我们也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因为我每一次都亲自参与 行政院的社会福利推动 所以我常拜天 旅会的学者专家 不论是资深的 丰富的学院 中壮队 有满富的热情 年轻队 有非常成熟的影响 我们都能够坚持和平衡 这个社会福利 干领 或是我们中华民国 日后 继续推动社会福利工作 非常重要的目标 所以这个研讨会 就会适时提供了最后的阶段的检视流程 还可以在行政院可定之前 还能够把好的意见能够用来 这样经过一个最后阶段的验证 然后成为定案 它就会变成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未来推展社会福利工作的重点 所以我们自己知道 还有很多做的不足 做的不够 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们政府也必须要虚心的来检讨 来加强 我们不但看到经济成长的先锋 包团清楚 但是也要看到 也有萧条的阴影 其实的轮罩 很多需要照顾的全能 所以我们今后还要更加强 使用努力一定成功 我们社会福利还会再开新变 还会被中华民国和谐社会 奠定更好的基础 谢谢各位的出席指导 也谢谢各位的先帝跟指教 祝福大家顺利健康 工作顺利 家庭圆满 我们社会福利的工作进步成功 谢谢